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兩粒,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我們敏滴裏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膚痕癢,皮膚過敏,主副手,對皮舌脫落和氣管過敏都有幫助。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兩粒,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痛稱能有效降低尿酸,抑制肝細胞內黃飄零的產生,幫助腎臟板尿酸排出體外,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 好,回到第二節,我們都不厭記憶說,因為我們知道有些網友不讀折數都會聽。 我們再說一次,關於台部,我們接下來會和巴勒台分道揚票。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台,另外我們會和大肥河天下聯播。 所以大家在接下來的新台,我們會更多公佈。 留言我們的Facebook,我們在YouTube節目下,我們會置頂訊息。 以及谷有,大家也會看到的。 大家多多支持,訂閱我們新節目。 我們接下來也會有新的製作方針,方向,大家多多支持。 好,回到軍事新聞。 我們又說回澳洲的這個chapter。 這一節說一點澳洲的東西。 澳洲是整個南海的南大門, 基本上五眼銅,或者我們稱為美國,整個盟國的戰術中, 澳洲守著南邊。 當然啦,五大洲就是一個州來的。 其實現在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很大的盟友。 例如在亞洲,最大就是日本。 如果在大洋洲,或者我們說在南太平洋。 我們exactly說,就叫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大國很明顯是澳洲。 所以澳洲一定是親西方的。 親西方就是親美。 所以政權上永遠都會和美國是一個聯盟的關係。 和民同種。 和最重要是什麼呢? 其實經濟上的結合也很重要。 當然,澳洲多了和中國做生意。 但其實那些生意叫做什麼呢? 就是,你是大廈,但這個大廈就不是只有你。 所以沒有了你,我還有很多人負賣。 因為全球資源大國。 即是食品和海產。 即是它貨歸邊。 礦物。 通常是全球都需要的。 歸有邊,所以它是大。 反過來,中國來買就買了。 不買,還有很多人買的。 中國有很多肉類,澳洲有。 對,袋鼠也有。 我經常說,中人看上去的東西都可以吃到你絕種的。 希望袋鼠沒有。 我吃過袋鼠一般的,我覺得很好吃的。 但有時候很難說的。 小龍蝦都吃到就是絕種的。 吃到自己種,也一樣。 很厲害。 我們說回,澳洲最近有一個聲音。 奇怪的,但我們也要說。 有些人說20年前,大概1990多的時候。 那時候,澳洲很快就決定了買美國的F35。 現在有人說回,那時候國防採購, 其實是否有一些闖絕和會不會是有些錯誤呢? 我們先完結一下消息報道。 澳洲有一個Fing Tank,有一個研究所。 有一個報告指出,有兩個空軍首長發表了一些聲明。 澳洲在軍力結構上,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 現在服役的F-35的戰機,在未來的打擊作戰能力不足。 所以澳洲華家空軍似乎要一些新的轟炸機。 這是一個報道的。 當然,我們要做一些分析。 首先,澳洲在戰略結構上,究竟需要用了一個什麼的空軍呢? 我做了一點點功課。 澳洲的問題是什麼呢? 澳洲首先是一個海島,很大的島國。 凡是島國,都一定有一個特色的。 他一定要保守著他們,不讓人登陸。 所以理論上,他的海軍能力一定要強。 海岸防衛能力一定要強。 就像英國一樣。 所以你見古代以前,無論是英國也好, 什麼島國也好,全部都是海軍得強的。 普通的大陸地國家來打,其實也會輸的。 所以理論上,日本未被侵律過。 最強的唐朝打過他,打不成功。 接著有元朝打過他,打不成功。 明朝也會打過他。 明朝也會打過海外。 搞過他。 搞過他嗎? 搞過海軍。 有火器也沒用。 武功沒有登陸,但也會打過海軍。 更加差。 所以理論上,這些島國對海防很重要。 大家明白了,根據20世紀之後, 海防其實都要靠天空保護。 所以空軍又是一個重要性。 從二次大戰開始,海軍轉為飛機化。 尤其是變成航母化。 如果要遠征的話。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問澳洲的國防來說, 他當然要保衛海岸。 而保衛海岸,最好就是海空一起作戰。 所以空軍戰機,理論上,如果可以佔到空丘的話, 就夠散了。 另外你說,如果澳洲本身的國防策略, 究竟他要保衛澳洲本土, 還是要保衛他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呢? 我們就想,南太平洋要去到多遠呢? 南極,他不可以拿的。 南極是簽了條約,全球都不可以拿的。 問題是,南海要拿多少呢? 我自己覺得,他沒理由南極去到海南島吧? 他敢不敢先? 南極,他始終隔著身多久。 是啊,但他都可以串頭。 你知道的,島鏈的東西是給人, 不是給自己的。 自己進去的。 但問題是,南極,現在美國示範了什麼 給自由航行,澳洲可不可以自由航行? 當然可以,你是我弟弟,我大哥說可以就行了。 你說中國會不會抗議? 不要緊,你只有一把嘴巴, 你夠我打,拿軍艦就截我吧。 你夠我打,拿軍艦就截美國,為什麼呢? 你拿個嘴巴被人刺,問題是澳洲,我真的會刺你。 美國也不刺你,不代表澳洲也不刺你。 我們說過了,澳洲真的夠敢刺你。 所以,你又不要看少澳洲, 他們有一種牛制精神,好像很強勁。 另外一個,他最高可以去到哪裡呢? 當然不會去到什麼呢? 去到中沙、東沙,會不會去到那麼遠的。 但是,你藍沙的位置去不可以呢? 是可以的嘛。 所以,你那些賭招是否射程範圍呢? 某程度上是。 所以,這個消息最重要的是, 為什麼他需要轟炸機呢? 其實是一個暗示的。 我猜,這是有人放風我猜的。 有人放風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現在要找到這個新型轟炸機, 作為他一個國防其中空軍一個重心, 即是攻擊性的。 攻擊性的。 即是,如果他要去到南海的中部打的話, 即是他那個戰機, 那個航程, 那些轟炸機, 是要去到中程的。 起碼是關島去到南海差不多了。 即是,他可能協防到關島之外, 他還要打到南海某些島招。 大家明白了,他會不會打越南的島招呢? 不會的。 小到看不到, 我上去飛機,快看不到的。 只有兩支柱隊出來。 菲律賓的,不要說了。 沒有海軍的。 沒有海軍的。 有人住了。 即是打大陸。 大陸,你知是南海六個道招。 即是微濟招、逼招的。 你一擺明,轟炸機是針對這六個道招。 轟炸機,大概是中程轟炸機, 大概是三千至五千公里。 好,問題來了。 如果你的F-35行程是多少? 一千多。 最近二千多。 你還不能回家。 所以F-35就不是這種新國招機。 來湖都是一千左右。 我當作賣C給你, 你也過不了二千。 即是,如果我買F-35, 我就打不到去大陸這道招。 那是否就是錯呢? 這個就是你有沒有買F-35, 你也是去不了的。 是。 因爲它應該沒有的。 因爲你以前用F-11退役。 當然F-11腳外掛彈量很高, 有小型彈廠。 也叫它宗程的戰術轟炸機。 但是你也遠的, 你去到也回不了。 是,很勉強的。 推役。 是。 之後你換了F-18, EF, C-5大黃豐。 C-5大黃豐的射程, 比F-11更小。 它就, 捱住一千公里。 是, 但其實你不能選擇。 是。 美國不會買B-1給你。 是的。 B-52救到你, 你也不想要。 也不給你的。 也不給你, 也不想要。 戰略武器, 都可以要, 但是它不會給你。 也不會給你。 所以其實很麻煩。 現在它的國防, 可能有人想, 以攻擊性的國防來說, 它就失敗了。 即是它打不到南海道照顧。 只要你只是防守而已。 是的, 但我們的看法就是, 其實澳洲, 它在南太平洋, 就是它所謂的原因。 第一, 有什麼國家可以威脅它呢? 理論上, 就有一個叫做印尼。 印尼要派到親尾, 買F-16V了。 印尼要買F-16V了。 它本身有少少少F-16V, 我聽說, 它想買F-35, 不是, 它想買F-35, 但問題是, 如果你只買F-16V, 就應該不買F-35V, 它原本也有F-35V, 但是飛不了, 你越來越沒有戰鬥力, 我當你有6架, 6架是什麼戰鬥力? 送給美國, 送給美國? F-35V, 不會的, 你知道那些東南亞人, 經常有良壽準備, 他們不敢立即投城, 不敢, 他們要玩兩邊的, 有一邊美, 一邊鬆的, 你過來拆, 任你拆, 任你玩, 都可以想, 但你要眨美金, 記住了, 所以現在問題是, 澳洲是否錯呢? 你問我, 我認為沒錯, 老實說, 這個世界, 想買F-30V是多少, 現在你拿到之餘, 我還要給你B, 最好買, 你有A,有B, C, C就無謂, 你都沒有機, 最好買, B-21拿, 有些中程軍閘機, 你無法選擇, B-21, 表情上, 雖然覺得, 我的隱形戰機一定不會給你, 當然, 但你說可不可以, 反過來說, 可不可以, 他開一個基地, 給美軍住手, 你開一個美軍基地, 給美國, 那美國人呢, 就可以擺一些普通軍閘機, 英國都曾經, 擺B-2有機會擺到, 英國都曾經擺過B-2, 是, 那你會不會擺放B-2, 那你會不會擺放B-2, 應該是非常時期, 非常時期, 非常時期, 但如果常規, 常規就是B-2, 基本上, 都會問的, 都會問的, 都會擺關, 都不會擺放你的, 但如果打南海, 或者一些, 例如大陸的時候太過分, 他會不會擠兩架嚇你, 看大二汶港, 就夠嚇死你了, 是吧, 所以, 你問, 其實澳洲, 入創我覺得不是,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防風, 說給澳洲人聽, 其實你們是不是應該有個長程轟炸機, 去威脅你們最影響你們盟友的國家, 注意你的敵人, 是的, 大家都明顯知暗有所知, 這就是我們說的一帶一路, 因為一帶一路, 就是海路, 如果海路經歷的國家, 其實基本上, 對澳洲來說, 國防都是一個威脅, 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陸在南海, 就一個位, 但其實印度洋也有活動, 其實印度洋和南海是連結的, 所以現在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 有好幾個盟友一定要連線, 就是澳洲守著南面, 印度守著西面, 日本守著北面, 然後在新加坡, 守著馬六甲, 但大家沒有幻想過, 原來台灣接下來有角色, 台灣角色當然是做這個, 就是塞住最後島鏈的出口, 就是塞住西太平洋出海口, 不沉的航空母艦, 當然啦, 所以一定要塞住, 等什麼呢, 你出巴士海峽, 我要看著, 我們的P8A看著, P3C看著, 因為它不夠膽, 在台北上, 基隆港上, 這角度出西太平洋, 它要去宮古海峽, 宮古海峽那邊是日本看的, лам世規討, 所以理論上, 現在之下, 真麻煩就是, 大陸 現在是西太平洋有三條線, 有一條線可以經過、 這代外面是漫場, 而冬步 Cathy北子同時,大家是出賣另一邊,出賣吧 另外爆在巴士 pour 앞에 рядом 那位置,最嚴格是這樣のは被台灣提醒的 台灣還有P3C,全部提醒了,所以現在很討厭 即時被標榮台灣會打破 嘴炮都要說的,所以大家注意 澳洲這件事,當然沒有入錯 你入F-30怎會入錯? 錯就錯,你沒有一個很厲害的轟炸機 這個不止你的,全世界都沒有 全世界都沒有 只有美國有 美國有 以前英國的3V全部都做了廢鐵 俄羅斯有的 有個笑話,俄羅斯不是有桃160海盜旗 最近說他飛了,然後就被F-35截擊 怎麼突然這樣 錶油,當然了 你四副引擎,我只有一副引擎 你四副錶,快我一副一副錶 老實說,看你錶我都沒有位 第一,這是無謂的,只是做個姿態 很喜歡的,俄羅斯很喜歡在別人旁邊開AB 是 是 嚇一嚇 是很無謂的 自己玩自己 浪費自己油 是 其實人家要擊下你也沒有問題 一定會鎖到你的 機槍也搞不定 問題是你這個紅外達精那麼強 人家一早就看到你 很紅 我看到你的,你飛得多遠 我知道導彈怎麼鎖到你的 所以其實是很無謂的 是嚇一嚇你 就是小朋友打架 突然走一條路 嘩,蹤出去,飆出去 突然突然走一蹤出來 是 其實你也知道是射程範圍 另外,也要說 又是澳洲 在澳洲近來有些人 有些瘋狂的想法 例如國家利益 大家知道,國家利益這些文 大家追一下就可以了 你認真追就沒有了 他比較鷹派 是的 而且有時候有些空想 但是這些空想有個好題目 近來他們出了一個題目 他們有文章說 如果減輕中國海軍 在太平洋的擴張影響力 你經常都靠美國就不行了 美國的力度 有時候很難分到這麼多地方 永遠都是的 不要再靠大佬 找小朋友幫忙 他們說不如找澳洲 我們講到澳洲南大門 第一,南海中國就是北面 澳洲就是南面 其實南海就是他們角力的地方 理論上 華盛頓可否考慮一下 把維珍利亞級做或賣給澳洲 你說維珍利亞級太敏感了 我們用一個舊一些的 洛杉磯級 因為近來你知不知道 有一個洛杉磯級退役嗎 但是舊期了 舊期了嗎 洛杉磯有30多架 近來就在退役中 但是他們要慢慢退役 因為問題是 維珍利亞級做不及 一年做一架 現在維珍利亞級說不行 一年要做兩架才夠 就算你做兩架 洛杉磯級也不會太早退 否則攻擊核潛領的數量不足 現在就懷疑是否可以 將舊的洛杉磯 不如租給澳洲 租給澳洲的好處 澳洲就沒有核潛領 也不常規潛領 剛才看了明實說明書 哦,英文 你的標牌不用貴 但是它的發音不同 澳洲 美國人可以直接教你 直接教你 但是澳洲很有趣 因為澳洲不用核潛領 是常規 當年澳洲的潛領 有幾個架的潛領 日本的潛領 法國 日本,法國,德國 如果說這些常規潛領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最厲害 其實現在去日本也挺厲害的 日本人玩都玩利電 熟到這樣 所以日本人的倉磅 據說 因為我不在裡面 據說可以潛到五百米 五百米呢 你說美國的潛領 可以不可以 但是你說全世界多不可以 老實 你覺得中國的核潛領 潛領到五百米 我覺得三百米都問題 有龜背也問題 三百 問題是 就算你潛多少也好 你那個藍體 即是本身的鋼 你成熟度好 有龜背就肯定潛了 因為你是變成兩個船體 不認力 你要全個圓形 你才可以受力平均 當我龜背 即是兩個船體黏在一起 受力不均 是危險的 所以我自己個人預測 中國應該潛到三百 五百至四百 五百都很穩 否則怎麼會這麼容易 誰能看到 我覺得四百都不行 我們保守這股 聽說這個 蒼狼可以去到五百 是很厲害的 因為海浪是六百 海浪是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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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浪聽說最強勁是七百 但是變態是七百 那個壓力很大 現在說回 如果可以租到維珍尼亞加 給澳洲 有沒有好處 有 因為澳洲 可以用這個部署九十日 我們不要說九十日太電了 六十日 所以六十日可以去到哪 中國每一刻都可以去到 當然 六十日大佬 可以圍住印度洋 西至印度洋 西至印度洋 東至東海都可以去到 所以我想說 如果六十日可以這樣作戰 大陸怕不怕 印度洋救命 印度洋救命 不行 印度洋很多大陸的潛艇 澳洲說可以 沒問題 我過來幫你man mark 他們 可以嗎 可以 我在海下灣等你出來 可以嗎 可以 很恐怖 你想想 如果大陸用核潛艇 怕不怕 大陸核潛艇 如果說數量的話 美國人 如果澳洲人 又剩下兩架 印度人 你知道他租了俄羅斯 那些 大家有幾架 我想說 大陸不是很多 大陸零九四只有四架 你不要以為很多 零九一、零九二有很多架 但那些是不能看的 不能用的 不能出大海 不能出大海 明 對 所以 それは鈮三、零九四 零九三的數量 零九四的數量 一個人 零九四的數量 是因為零九四μ一,有很多架 有十架 你可以加 Shrimp 但它助 đây 有七、八架 而且不是各集,可以與它滿多 其實剛才能動的 distrib definition 如果沒有 如果澳洲人方有一兩架 印度一兩架 美國有派一兩架 你不會了 所以潛艇优势在印度人和南海不明显 所以说澳洲也挺有趣 这一节来到这里 植物提取物必须空土服用 保健食法是每日2粒 进阶食法是每日8粒 眼福灵能够预防视力衰退 改善非蚊症修补视觉细胞 降低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尸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